在英格兰西南区域的威尔特郡 威尔特郡 里有这样一个小村庄 这个村的名字叫希尔波顿 全村大概5000人 除了一个免费酒吧 一个带小卖部的加油站 以及一个足球俱乐部和橄榄球俱乐部以外 村里就没有啥太多商店或其他娱乐场所了 别看这个村庄很小 听起来也感觉很无趣 它的历史却十分悠久 早在诺曼征服英格兰期间的1086年 该村庄就被记录在了 由威廉仪式下令撰写的末日审判书 英语Domstay Book 该书类似于后来所说的人口普查记录中 在希尔波顿中世纪的遗迹随处可见 比如下图就是中世纪时期 一个用于体罚和公开羞辱犯罪者的脚步束缚装置 最近就是在这样一个恍如格式的英式小村庄里 一个建造一家带24小时营业的德莱苏的风声 打破了村中原本的宁静 要在他们这个风景如画的小村里 建德莱苏的消息一出 村民们就开始制作横幅 手绘的 打印的 带字的 带图的 全村只要是有空的老老少少 甚至是年轻人 甚至是狗狗 都参与到了这次抗议活动中 他们带着自己制作好的标语和牌子 一大早就来到了西尔波顿村里的一个纪念碑前的空地 开始表示自己的愤怒和反对 其中还有一个在C位的大叔 穿着写着现在情绪生气脸的应景T恤衫 手举汉堡滚蛋的自制牌子 反对麦当劳在这里建造快餐连锁店的计划 此外 还有一个年轻的村民妹妹 自己画了一件T恤 在这件DIY短秀的中心部分是本资抗议活动的主题 对麦当劳Say No 而在其他空白位置 制作者还用不同颜色的笔写上了建造麦当劳 可能会给西尔波顿带来的负面影响 比如树木被砍 老鼠成灾 噪音 野生动物被驱逐等 光是线下抗议还不够 在互联网时代 当然线上抗议也要搞起来 正是在下图中左边的女士 雷切尔金斯米尔Rachel Kingsmill 率先在脸书上创建了一个名为 麦当劳希尔波顿店 我就不喜欢 McDonald's Halperton I'm not loving it 的反麦当劳军组 并帮助组织了本场全民反击行动 甚至在该提议 最初于西尔波顿村礼堂里 被公布于众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一个与会人员 做出支持发言 数百名关心此事的村民 挤满了希尔波顿村礼堂 大家一个个都愁容满面 多以指责这个提议为主 可是按理说在村子里 有一家国际快餐店 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还是人人都爱的卖卖 到底为什么村民们 会如此抗拒呢 正如刚刚提到的 那个自制T恤上写的那样 村民们担忧的是 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会 引来一些反社会分子 以及自然环境被破坏 和后续影响 该麦当劳是为了方便过往车辆 而打算建在希尔波顿村附近的 一条公路旁的绿地上的 一旦这个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 在此地建成 这条本就繁忙的公路上的车流量 肯定还会再增加 同时 这也让这条道路变得更加危险 因为它没有人行道 没有过街天桥 而且大多数步行上下雪的孩子们 就在这条道路的另一侧 此外 雷切尔还指出 其实在那间地点的不远处 就已经有一家麦当劳了 并且这家麦当劳 还吸引了一些反社会行为 比如赛车手们造成了滋扰 赛车手们在那里的停车场聚集 并在深夜的路上来回发动引擎 但现在它在晚上被关了 所以那些飙车族就都跑到希尔破顿去了 雷切尔说道 除了对居民本身会产生不良影响 大家还担心 这会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 因为我们是一个村庄 我们有一个邻里发展计划 因此 每个申请在村里建店的人都必须保护欢 和其他病危物种 抗议活动带头人 雷切尔说道 我们在麦当劳的拟建地点 还有一条蝙蝠走廊 蝙蝠通常只在没有光线的时候出来活动 而一个巨大的霓虹灯 24小时不息必然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但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 本事件并不是针对麦当劳 如果它是马沙百货 马克斯与史弗斯尔 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担忧 村民表示 可是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这件事 因为有人撕下了反麦当劳的横幅 换上了一面呼吁开餐馆的新横幅 目前麦当劳方给出的说法是 他们将认真考虑希尔波顿的反馈意见 并在日后进一步表明 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而希尔波顿当地权力机关 已经预留了1.5万银磅 打算用于聘请一名规划顾问 来帮助反对这项提议 正好 感谢观看